兩段,一段是一個Function,叫手機 一個Function,叫手機範圍 那一定會有 所以特別注意,剛剛是Public Sub 這邊叫Public Function 如果你要按鈕就Sub 如果你是要插入函數就Function 好,我們就這兩段 我剛剛有Demo過啦 所以我大概再把最後結果 所以可能它秀出來一定是在這個的下方 長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這個東西 你將來到你的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我先清楚 才會跳出什麼呢 跳出一個類別叫使用者定義 如果你沒有那個Function 比如說像我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我把這個FunctionDelete掉 那你會發現 它就不會有那個所謂的 有沒有 使用者定義 不會出現 所以為什麼會有使用者定義 就是你如果在模組裡面有Function 才會跳出來 如果沒有那就不會 所以剛剛把它清掉了 那要怎麼寫這個東西 基本上 那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插入函數 那怎麼樣產生呢 一切到Visual Basic 二 請你到上面插入什麼 插入程序 那程序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是選Sop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用Function OK 第一個關鍵 OK 那名稱的話我們叫手機好了 好 這樣子 Enter 好 Function喔 不要選錯喔 這個不要改喔 沒事不要改 這個不要改啦 反正就Public就好了 按確定 好 那它就會在這邊喔 幫我出現 Function 叫手機 Enter Enter 那特別注意喔 它跟Sop的最大不一樣喔 OK 一 後面這個刮斧 Sop應該是空的 不要 寫任何東西 但是Function一定要寫東西 那寫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我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那你就是把那三個資料的名稱 寫在這個刮斧裡面 中間加豆點 比如說第一個我要跟他要什麼 啊你給我電信業者 第二個你給我門號區嘛 第三個你給我門號墨嘛 那因為偷籃 你乾脆這邊Ctrl C好了 怎麼樣呢 把這個三個籃位貼到這邊 不過它好像會多一些東西出來 比如說 Back一下 然後呢把這邊加豆點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會插入環數 這個時候就會使用者定義 然後也會跳出三個東西 所以這個還沒寫完對不對 這個時候可以試試看 就是在 使用者定義 裡面就有了 手機 確定一下 123有東西 不過如果你現在給他東西的話 你會發現 他現在 的 結果 是零 因為程式還沒寫 剩下就是要寫 那也就是 Function 跟Sop最大的不一樣是 Function跟它是互動的 也就是我現在給他東西了 他會針對你給他的東西 串接完之後 再丟回來到這邊 所以怎麼丟回來特別注意喔 這個做法是 1 按個TAB鍵 請你把這個Function的名稱 放到前面 放到前面 我們之前是丟到儲存格裡 但是呢 這個Function是丟給自己本身 他再丟到儲存格去 OK大概是這樣的邏輯喔 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 09 所以後面一樣 串一個09 丟給自己喔 AND AND什麼呢 就把電信業者 他會丟 那個什麼 電信業者 就這個11嘛 所以 我就把電信業者 串在後面 所以把這個 複製過來 09電信業者 空一個AND 然後呢一個 減的符號 再一個AND 串一個什麼呢 再串一個那個 什麼呢 Format 我就把這個加一個 其實寫法跟剛剛一樣 Format 那只是說呢 剛剛是直接從儲存格抓 這個地方不是 他會給你 所以你就把什麼 把門號區碼放過來 然後把他給你的那個區碼 格式化成3碼 OK 這樣的話就是格式 那 默碼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再複製一個 AND OK 再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把這邊改成叫 門號默碼 OK 好 這樣的話 就 大功告成 寫完了 可以看懂的意思 所以其實 我覺得 Sub跟Function 最大不一樣 Function 它一定是一個 互動的 所以 它第一個 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那你就把三個東西放這邊 你 再把這個 三個東西 裡面的東西 放到這邊 串接 串接完之後 怎麼樣 再丟給 前面 前面什麼 就是自己 因為你現在自己本身在這裡 所以他又把這個東西 丟到這裡 所以有沒有 他好像是有互動 把結果丟到裡面去 觀念不太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然後試一下給各位看 最後做完了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 插入這個 在使用的定義也出現了 按確定之後 那有沒有成功 你就看 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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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如果下方有跑出 我們要的結果 那恭喜你 那也就是說呢 他暫時放在手機裡面 那等到按確定的時候 他就是在把這個東西 幫你丟到這個 你現在優標放的位置 就完成了 OK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就按確定看一下 OK 那其他的話就點兩下 就完成 自訂函數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重點提示 1 先插入程序 用方選 給一個名稱 2 再瓜糊 詢問 詢問使用者 給我三個資料 再把使用者給我的資料串接 丟回來給自己 自己再把結果丟到儲存格 就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方選部分 那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會跟他要三個資料 但是我們剛剛有一個 就範圍 如果 當然 後面那個範圍部分 本來是沒有講到 是因為同學問 同學問說 那123 三個不是在連續範圍 那可不可以乾脆一次給三個 我說 好問題 真的 坊間書籍我翻了 也沒有書裡面講到用這個方法 怎麼做 後來我想了一個簡單的方法 待會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多一行 也可以搞定 怎麼做 請各位先 試著把這個 如何 制定函數 的 這個流程 先讓手 待會我們再來進階看 再把 來源的 參數 那個叫參數 不需要三個 一個就好了 把它改為範圍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現在是 我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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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